欢迎收看,我是佩妮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介绍这个函数图形的凹象 我们其实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啦 当然我们再来看一次 就是说如果有一条斜直线的话呢 它会发生A跟B中间的这一点对上去 得到的函数值F of 2分之A加B 它会刚好等于F of A和F of B的中间 所以这是斜直线的特色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在物理上就是说中间时间点的顺时速度 中间时间点的顺时速度 会刚好等于这一段期间的平均速度 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你的图形不是直线 是凹向上的话 那么呢 你的这个图形2分之1的这个A加B 对上去F of 2分之A加B 你就会发现它比F of A跟F of B的中间 还要来的D 可以吗 那这也就呈现了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的图形凹向上 代表它的斜率一直在往上爬 它切线斜率不断在增加 你如果去抓中间的某一段的平均斜率 某一段的平均斜率 你会发现它的平均斜率也在不断的增加 可以吗 那凹向上不是只有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也是凹向上 所以指数函数不管它的底数是不是大于1 它都是凹向上的 那它的这个斜率在不断增加 代表斜率的变动情形 是越正越多 也就是说斜率的斜率也是正的 所以说呢 我们会说这个F' of X 会是大于0 那如果今天这个图形凹向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 F of 2分之A加B呢 它对过来的数值其实会比 直线对过来的这个是2分之F of A加FB 还要来的高 这就是凹向下的这样子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问题哦 这一题是学测题 我把数字改了一点点啦 那比较这个ABC的大小 那为什么会放这一题呢 为什么讲这一题呢 不是只是说它是学测题 或者说难不难 而是说这一题呢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什么例子呢 其实如果你有掌握图形凹向的特色的话 然后我们在第一测的时候介绍 你也有发现 就是说你看这个C 下面这个34刚好是11-8 所以它等于是 如果我今天我有一个函数 F of X是2的2.1的X次的话 那它其实刚好是F of 11-F of 8 分母是11-8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这个 A-B F of A-F of B 它其实就是在讲邪律 我们在第一测的时候 第一测直线语言的那个时候讲过 介绍邪律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有特别讲说 因为这样子去描写邪律 在高三或者大一学到微积分的时候就会看到 所以学校老师 出题的老师 或者是这个读过高三的人 在看到这个问题 在看到这样描写的时候 都很直觉的会反应到 所以它 我相信当题目出现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老师不是刚好写成这样的 它是故意的 就是要做一点点暗示 给那一些 有机会看出来 它其实呢 是想讨论邪律哦 因为11跟10的分母是1 9跟8的分母也是1 就没有写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画这一个 2.1的X次 那我这个比例词抓得不要太准 因为太准的话 东西总是一年在一起看不出来 我们假设这里是8 这里是9 这里是10 这里是11 那我们的A呢 它其实就是 这个F of 9-F of 8 然后去除掉9-8 也就是说呢 它其实是8到9这一段的 割线的邪律 割线的邪律 就这两点的邪律 然后如果是这个B呢 B它是F of 11-F of 10 去除掉11-10 也就是它是这一段的邪律 可以吗 那我们假设把它的点标一下 假设叫做PQRS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A其实就是MPQ 然后我们的B呢 其实就是MRS 而C呢 C是从8到11 我记得会考的那一题 好像是只有跨两格 好像是9到11 那因为跨两格画出来 我在做这一题的时候 它的图很容易连在一起 所以我就故意把它弄成 插三个 它就是MPX 那我们从图形上就看得出来啦 这三条线 谁的邪律最大 后面的邪律最大 这个邪律最缓嘛 对不对 所以就比出来啦 所以C大 不对 B 大于C 大于A 好 那如果说一个没有学过 这个 图形凹象的讨论 或者它没有掌握到 这是一个邪律的话 那它能不能解这题 也可以 好 如果你把它们全部同除 2.1的8次 那么A就会变成2.1 减0 然后B是 2.1的3次减平方 C是3次减0除以3 然后 因为就是说2.1的3次 其实也不会太难算到嘛 就8点多 对不对 所以就可以去估出来 它们到底差多少 其实也是可以的啦 但是就是说 我相信搞不好 大部分做对那一题的人 当初学测的时候 大部分做对那一题的人 是这样估出来的啦 但是就是让大家看到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讨论它 图形的凹象 其实是很值得学的 那这题我们来看这题 首先我们先从 2的X1开始 然后他被乘一个负号 然后他被加1 因为本来这边是趋近于X轴的 然后这一点是负1 所以他加1之后 就会刚好过原点 然后趋近于Y等于1 最后取了函数取绝对值 所以他的最后的图形 是这样子的 可以吗 那么第二题 一样从这个开始 我借用他的图 然后我们把函数图形 先下以一单位 然后再把他整个函数取绝对值 然后再把他乘一个负号 好 可以按个暂停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 如果要画这个呢 做这个图形 也是 来按个暂停自己做看 Y等于2的X4 然后图形下以一单位 然后Y以绝对值Y取代 那这里要注意 我们的这个Y以绝对值Y取代 要比下以一单位晚做 因为你这个 这里减1等于 移过来这边加1嘛 那对Y做的变化 也是越内测越晚做 所以要先做这个下以一单位 然后再把Y以绝对值Y取代 就会长这样子 好 那这集最后我们再来画这个图 按个暂停画画看 看你能不能做对哦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因为你仔细观察一下 他-5和-4在绝对值里面 也就是说你其实应该要先取绝对值 才去-5 所以你不应该先去画 X-5加Y-4等于3的图 你应该要先去画的是什么呢 你应该先去画的是 X加Y等于3 然后加绝对值 那加绝对值这件事情 X以绝对值X取代 是左半copy右半 所以现在这样子变成绝对值X 加Y等于3 然后绝对值 Y以绝对值Y取代 是下半copy上半 如果你这个部分已经熟练了 其实你可以直接跳到这一步 这样子 那这里的话会是3-3-3-3 这样子 一个正方形 斜的正方形 然后呢 平移 X以X-5取代 Y以Y-4取代 那它其实是右移5单位 再上移4单位 所以它右移5单位 会把这里移到正2 这个移到正8 然后这个上移4单位 会到正1 所以它的最 它的这一个点是在这里 这个点是24 然后 5-1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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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5-7 5-7 5-8